我 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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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把帮我把那个灰的拿着 这个给我 这个给我 行 你疯啊呀 走 快点 田惠你慢点啊 走 快点 那个 我跟你说 到宿舍啊 用同学要处理好关系 还有那个买好吃的东西呢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个宿舍的卫生啊 你要多搞一些 妈妈你都说了一百多遍了 田惠 好好学习 别放松 这录了学 这才是刚刚开始 将来得对成千上万患者的 健康负责呢 学识上不能造假 好 我知道了 天哪 你们俩太磨叽了 在321 麻烦你签个字啊 哥 帮我把入学通知书拿出来 你好 我是那个医学系的长天会 稍等一下 这儿 在506 506 来签个字啊 好 谢谢啊 麻烦你签一下 这个都有电梯吗 不好意思 没有 还有这二十一世纪电梯也没有呢 你就拿着几个娃娃 你干吗呀你 年轻人爬娃楼 锻炼锻炼 走 你行不行啊 没问题 我从小就当男人养的 是我 女汉子 加油 去 就是 你们好 你们好 你们也是来送学生的 让你别带这么多东西 楠楠 把这纸箱子都弄出去 郭总 让我妈扔吧 行了 我来就行了 炸开门 油瓶弄倒了都不服 我来吧 我帮你 我帮你 好 我帮你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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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同学 你好 同学 我好像是三号床吧 你是长天慧 理科状元 没有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呢 身体不好 医生让我多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 所以啊 我就让我妈 把这床给铺了 我想我要是给你换床的话 你不会拒绝我的 对吗 这位同学 他 没事 我们天慧身体好 照顾同学也是应该的 那你的床位在哪儿 那就洗这个吧 喂 你要手里不好别酿了 回去吧 你们到楼下来吧 好 好 那我们走了啊 注意安全 周末我来接你 快走快走 看把我爸热的 行行行 记住我说的话啊 你赶紧回去换衣服 好 你怎么不走啊 你们先走 我再嘱咐他几次 去 倒乱 刚才我妈说的话 咱们听过也算了 老哥主分一两句 第一 第一 别惹事 第二 惹事了赶紧找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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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妹妹嘀咕什么呢 她不让我们听 我跟她说她好好学习 不要谈恋爱 要是有男孩追她的话 告诉我 我灭了她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最近又考了十几分 把我们说 故意讨好啊 我最近可没见着那个朱老师 明天我问我呢 谁说我考十几分了 我现在三十多分了 咱说您别问朱老师 朱老师说了 等我及格了之后 统一跟您汇报 你弄了 怎么样 今天送你妹妹 有什么感触 有什么期待 有什么感触呀 医科大学那么苦 降低的分数线都没人考 你看 这一期没招满 这 谁说的这是 就那个男的的妈妈 她女儿就是 降低以后调配进来的 她还不乐意着呢 这 这咱们那个时候 那只有那个尖子中的尖子 那才能上这学校呢 是 还您那时候 你不是不知道 那个我们医院 那几个医生啊 都跳槽了 去那个医药公司 当医药代表 说没有风险还来钱块 那提着口信 老爸 您是亲手把您这宝贝女儿 推向火坑的 行了 行了 他们那些人都是短视 我跟你讲 当一个人的生命 得到了救治的时候 你说 那个神圣感 那种成就感 那是那金钱能交换的吗 天慧现在刚入学 他还不明白 等他将来毕业吧 亲手救了人 那时候他就得庆幸 咱们为他做了这种选择 阿弥陀佛 天慧同学 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机会 为你选择一次啊 爸爸 妈妈 我就知道 那天会一走吧 你们肯定盯着我了 我就成人肉靶子了 是吧 继续努力 正去明天晚上得送出去 行 好 继续努力 走 爸爸 手放一会儿 没事 轻轻一下 不像话 去 爸 我是你爸 走 妈 不理他 你干吗呢 你吓我一跳 你干吗那么小气 我就是看看嘛 反正能坏了我也赔得起 不是赔不赔得起的问题 这是我妈给我做的 我宝贝在哪儿 无价宝 赵言 你爸他是干什么的呀 老师啊 老师 真不像 你爸穿那身西装 什么牌子呀 那傻大哥是你哥吧 估计他那身 也没什么牌子 我们俩 才刚认识呀 你 你是就是这样的人吗 平时说话也是这样吗 我没吵你没惹你的 你干吗怎么说我家里人啊 我就是看你不认言怎么了 转眼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比你考得分数高了 那么一点点嘛 你别得意 我可就比你低两分 我不得意啊 那要不你比我多考两分呗 好 其中考试 打个赌 你敢吗 看你也不像是赌得起钱的 那就赌个 倒洗脚水 怎么样 这成绩差的 要给成绩好的 倒一个月的洗脚水 敢不敢赌 一个学器吧 行啊 一言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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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天辉 我发现你还没有电脑吧 让你爸呀多补补课 赶紧给你买台电脑吧 这便宜的 也就两三千块钱 你这勒几个裤腰带 省个个把个月的 应该还是买得起吧 不是还你这作业 天天手写的 到最后啊 肯定得说给我 给我倒洗衣脚水喽 我用脚值得都能淹得了 还用电脑 好 我让你多陪我一晚上怎么了 我们家现在就这么不招你待见哪 不招你待见 你还住了大半年呢 不是啦 叔叔同学今天晚上约好 大家吃饭认识认识 不然明天大家都认识 就我一个人 你们想联络感情有的是时间吗 还要在一起住这么长的时间 有你烦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外人 我是你亲姐 你各种学杂费都是我付的 你自己搞我清楚 你一个人住都多久了 我不占你还方便些 好吧 小白眼狼 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你就让我一个人 对着空气 对着那么大的屋子 对着电视机 古老终生吧 好好好 我陪你 陪你行吧 我逼你了没有啊 没有 我心甘情愿的 这还差不多嘛 气死我了 怎么了 什么事儿 天慧给我发微信 他给你发什么啦 你至于激动成这样吗 这想找你的时候 就发微信找你 不想找你的时候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高兴的时候骂你一顿 不高兴的时候也骂你一顿 你小心被人家当成 你怎么这么贱呢 你怎么这么贱呢 真是气死我了 我们宿舍里就三个人 还有一个有公主病 是 他真的又给我发了 你看看 这不就知道 他为什么生气了吗 这叫心理延迟效应 还说别人是公主病呢 他是真不知道 自己在别人心中 什么形象是吧 天慧这么优秀 有一顶公主病 你难免啊 我还真是有点后悔了 我刚才就应该直接 把你送给去吧 看到你这奴才样 我真是挺心烦的 爸 他说因为我和雪平的事 你让我自求多福 后来 如今我们一家人都挺好的 今天 今天 我是来给您报个期许 您的孙女天慧 考上医科大了 把它培养成医生 碎了您的院 以前 老觉得您绝 我自己有了孩子 把他们养到 我才明白您的心思 我怎么那么绝 我怎么那么绝 怎么那么浑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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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来了 你最喜欢喝的咖啡豆 儿子给你送过来了 我给你带来了 童老师 嗯 酬金 还有上次吃火锅的三十四块钱 哎呀 那零钱你就别找我了 留着吧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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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把账算清了啊 省着夜长梦多 行 行 行 你 你就别损我了啊 我走了以后 那李泰说什么没有 你觉得他能饶了我吗 你一拍屁股走得干脆利索 我替你挨了半天骂 怎么能牵动于女呢 他完全没领会我的苦心呢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是你一厢情愿啊 对不起 连累你了啊 那怎么办 把你那个科学费分我一半当补偿吧 行啊 拿走